第十七集 哥伯成了明星 这一天 玛丽娜重新出现了 那年冬天 也就是哥伯失踪的时候 她已经快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可从那以后 她极少露面 总是躲得远远的 独来独往 她还是那么瘦弱 看上去很小 但她既稳重又稳静 比任何人都性情温厚 最近 她听喜鹊和松压他们说 哥伯回来了 而且有着传奇般的经历 所以就特地来看她 哥伯的母亲对她的来访又高兴又自豪 近来 她一直沉浸在幸福和骄傲中 现在整个森林都在谈论她的儿子 儿子成了明星 这让她陶醉 她希望每个动物都承认 她的哥伯是最聪明 最能干和最棒的 你觉得她怎么样 玛丽娜 她大声说 你觉得我们哥伯怎么样 她不等回答 便继续说道 你还记得艾特拉太太的话吗 她说哥伯没用 就因为她在寒风中 微微抖了抖 你还记得她预言 我不会在儿子身上得到快乐吗 不过 您也确实为她操了不少心 玛丽娜答道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哥伯的母亲显然不愿意听到这些话 她很奇怪 还有人近期这些事情 她说 哎 真为可怜的艾特拉太太难过 可惜她已不在了 看不到我的哥伯现在有多出息 是啊 可怜的艾特拉太太 玛丽娜亲生说 真为她晚期 哥伯喜欢听母亲这样夸赞她 她心里美滋滋的 站在一旁 听着妈妈的赞扬 就像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一样 浑身舒坦 艾娜对玛丽娜说道 连鹿王都来看哥伯 她满脸神秘 小声而高兴地说 鹿王从来不在我们中间出现 但这次因为哥伯 他来了 他为什么说我是不幸的孩子 哥伯不满意地插了一句 我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别管她 艾娜安慰到 她老了 怪里怪气的 哥伯常常出了口气 这些天 我的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个问题 不幸 我又哪点不幸 我很幸福 我比所有人都见得多 经历得多 我比森林里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个世界 更懂得生活 你觉得呢 玛丽娜 是的 玛丽娜说 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从这一天开始 玛丽娜就和哥伯 形影不离了 好 好 好 我 好 有什么